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神他用了很多的方法 自然的灾祸要加给那些攻击神子民的仇敌 在经文当中 神所降的这一切灾祸 都是用未来时态所记载 表明这些预言将会在幕后的日子成为现实 同时将会成就古先知的预言 神他要用地震 士兵互相击杀 瘟疫 暴雨 火 河流瓣等等的灾难 亲自消灭敌人 正如同在福音书以及启示录所写的幕后的日子的景象一样 二十三节说 我必显为大 显为圣 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尔华 这里暗示以色列的军队与凶猛的各个联军相比 力量极其微小 但因着神的帮助必获胜 哥哥将全军覆没 世人将承认上帝的主权 体会到耶尔华的荣耀 在历史上 以色列他曾经也有多次有这样的经历 神有时候会使用超自然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百姓 进而来成就救赎的打工 属神的子民在震灾当中所依靠的 并非是任何的势力武器策略 乃是要依靠上帝的同在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因为他能够调度万有 为他所爱的百姓施行拯救 感谢神 我们的神是怜悯慈爱的神 虽然我们所处的环境 以及这个世界充满着敌对基督的文化 但是这些都不能得胜 时候到了 属神的百姓不再被欺压 也不再羞愧因为主必显为大显为圣 他要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神的作为也许我们一时之间不能明白 世人也会嘲笑他的百姓 但是神将使万古万民看见他的荣耀降临 他的能力掌权 他的国度存到永远 弟兄姐妹 你是否看见了神荣耀的同在和大能呢 带着这样的应许和盼望 勇敢的为主活出美好的生命见证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你是掌权历史的主 世界虽然充满动荡与变化 然而你的救恩与慈爱永不改变 帮助我们更敬畏你 在任何情况当中 我们都能体会 你是烟花神 你要显为大显为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